台北市擁有豐富的水岸景观资源 多年前市府开辟蓝色公路航线 成为民众游河 赏景等观光休闲活动的新选择 但是有业者向明代澄清 虽然市府已经制定渔船投往捕鱼的时间 但是还是有载客船只缴到渔网因此损坏 历任的市长 我想对于淡水河跟金融河的诊治 大家不遗余力 但是因为这些河道本身 它应该横跨双北 一部分是台北市一部分是新北市 光单方面来做是没办法进其攻的 所以这部分必须要双北共同来合作 才有办法把它的河道整治的更理想 北市府在民国一百年就已经公告 基隆河下游到淡水河关渡攻水域 禁止投往捕鱼 甚至到每年要捕捉鳗鱼苗的同时 请渔会通知渔民告知蓝色公路的航班资讯 渔民更是要避免通行 却还是发生事件造成业者的损失 这个其实台北市这个河岸景观是非常美丽的 也呼吁大家能够多多来搭乘这个蓝色公路 当涨潮的时候 他会把外面的海水带到我们河口里面来 相对乌鱼等等他的水就会带进来之后 我们的水质改善了 在我们一直到关渡攻 一直到我们的吉隆河域 乌鱼就进来了 渔民就会来这边抓乌鱼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外面让市民去食用 只要看到仪式有投往这种情形 我们就投往给产发局 或者是供应处 叫这个前端财产 他必须要去公告有没有人要认领 那如果公告请满了以后呢 没有人认领 那水利处就来协助做当作废弃物处理 目前公运处水利处以及惨发局 都针对不同的事件进行宣导 也会派员清除违法布设的欲望 想知道蓝色公路遇到的各种隐忧 5月26号星期五晚间10点 尽情锁定台北大小事节目 将带您深入探讨 开播大台北书业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